近日有网友分享出了一则梦哥唱歌的视频 视频中的梦哥在饭桌上大方现场 看起来精神头十分的不错 众所周知 自从梦哥儿子李天一入狱后 梦哥一家人的幸福日子也算是到头了 而梦哥李霜江也整天郁郁寡欢 而这一次视频中的梦哥春风满面 气色大好 不少网友纷纷猜测 这一切和他的儿子李天一即将出狱 有着很大的关系 李天一在2013年 因和他人侵犯女子被抓入狱 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官方资料是这么说的 2013年11月28日一大早 李天一就被看守所 送到了北京市监狱管理所 在弄了一上午的相关手续后 下午的时候 李天一被送到了北京市未成年管教所 从此他的服刑生活就正式开始 而如今算一算 离出狱的日子也很近了 再加上在监狱中 要是好好表现的话 还能获得减刑 这样看来 网上流传李天一即将刑满释放的消息 也不是不能信的 入狱的时候 李天一还未满18岁 这对老来得子的李霜江夫妻来说 无疑是一个噩耗 然而对大众来说 这样的惩罚并不严重 因为就算他是未成年 他的行为依旧是令人发指 在所有人看来 这一切都是李天一的咎由自取 虽然现在李天一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在外界看来 李天一也承担了犯错的后果 然而李天一是否真的承担了 应有的法律制裁呢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毕竟在李天一的背后 并不单单只有李霜江为其撑腰 还有一个隐藏大佬 是我们谁也想不到的 当时这件事情造成的轰动 是史无前例的 按道理讲 父母都是著名的歌唱家 他的家庭 自然是一个充满艺术的家庭 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 为什么会走上恶魔的道路 这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而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李天一在11年的时候 还有一件令人侧目的事情 那个时候 李天一无证驾驶豪车 还把一对夫妻打到住院 据知情人了解 当时的李天一和那对夫妻 发生了争吵 一气之下 李天一将其打倒 伤了对方之后 不但没有采取措施 反而还挑衅发脾气 随后他被拘留 那对夫妻被送往医院 但是据说呀 李天一没有被拘留 够15个小时 李双江在得知这件事情后 跑到医院 替自己儿子给受害者道歉 此事才不了了之 不过如今 我们在回顾当年的案子 李天一之所以会 嚣张跋扈成那个样子 和李双江和孟哥的溺爱 有着很大的关联 不论从哪个角度想 造成李天一这样的行为的 只能归咎于教育 毕竟有句俗话说得好 子不教父之过 李双江在与孟哥结婚前 还有为前妻 而他跟前妻丁英 也有一个儿子 叫做李赫 这就说明 李双江并非是 只有一个儿子 而他又为何这么宠着 这个李天一呢 这就得说 他跟孟哥之间的事情了 孟哥当时对李双江 特别迷恋 在主动追求下 两人步入了爱河 而那个时候 他们之间相差年龄特别大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一堆人不赞同他们在一起 而他们却在这么多的反驳声中成婚 在婚后 孟哥想拥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 结果上天不遂人愿 在孟哥流产两次后 才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孩子 而那个时候 李双江的年龄 也实属有点大 就是典型的老来得子 这也就不难说明 为什么李双江对二儿子这么丑 曾经在节目中 李双江还透露了 自己对儿子的教育 那就是一句话 千万不能得罪儿子 这话直接表明了 李双江的育儿理念 也完全颠覆了所有人的想法 只不过当时没有人提醒他 而这种溺爱的教育方法 也让李双江受到了惩罚 不仅是害了儿子 还害了别人 李天一这辈子的前途 算是毁完了 毕竟打人可以道歉 但是这么大的错误 又岂会是一个道歉能解决的呢 在李天一出事之后 首先备受关注的就是孟哥 为了儿子的事情忙前忙后 四处奔波 只为了能给儿子减刑 李双江的身影却不见 似乎在整个过程中 他并未参与 其实不然 在李天一出事后 李双江发动了身边所有的关系 为儿子减刑 然而法律是公平的 他这一想法并未实现 但是他并未放弃儿子 还在为李天一的未来铺路 先是各种街上演赚钱 为儿子以后着想 再是为儿子改名为李冠锋 本来这件事情已经慢慢淡出了大众的视线 然而李双江的这个行为 再次把李天一拉进了观众的视线 而李天一的改名背后 也让人感到好奇 他身后到底有多少人撑腰 也成为了大众心中的疑惑 有疑惑自然也就有猜忌 随后就有人爆料 其实在李天一案发那一年 他已经21岁 而最后报道的结果是李天一17岁 这也就是说 李天一直接从21岁变成了17岁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 李天一也是按照未成年定罪 网上舆论一出 再次将李天一一家 退到风口浪尖 虽然李双江夫妇没有回应 但是主持人董璐出面辟谣了 只不过大家还是对此有疑惑 事情的真相也不得而知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李天一的这种宠溺 并非是李双江一人造成 年幼时 李天一除了艺术上听李双江的安排 其他方面并不听李双江 反而是听他的干爹黄红的话 黄红和李双江是战友 在得知李双江老赖得子的时候 他也开心 就硬要当李天一的干爹 作为小品界的大佬 黄红一直低调得很 所以这层关系也一直很少人知道 一直到偶然一次李双江在节目中透露 每次李天一一有委屈 就会找黄爸爸撑腰 而这个时候 黄红就会义愤天鹰的说一句 谁欺负你黄爸爸就找他 这溺爱成都死毫不押于李双江 也就是说李天一能有今天也有黄红的功劳 而李天一入狱后 黄红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次数也就减少 由此很多人猜测 为李天一改名铺路的背后 还有黄红的暗箱操作 毕竟黄红也是把李天一当作亲儿子培养 如今亲儿子有难 怎么能不帮 但是李天一真的能重新开始吗 或许能 但是很难 说到这儿 我就不免替那个女孩心酸 李天一的背后有很多人 而那个女孩只有自己的家人 李天一起码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而那个女孩呢 可能一辈子心里都有阴影了 只希望这次的李天一 真的能改过自新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也不免在监狱中度过那么长的时间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 有喜欢的歌手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